你不要讀書啊,你這麼笨 生個叉燒,我生你 沒有特別太大要求的 他認為我自己可以 manage 就可以了 天天要我 又要考80分以上 小學80分 中學都80分 怎樣都一定會有些要求的 那就 不算說很 harsh 就是要逼你一定要拿第一那些 但當然不會太差了 要求你入大學 總之不斷地想辦法去吹逼你 成績不好的時候 當然會有很多罵 即是會不讓你用錢 或者是一些很辱麻性的說話 都挺喜歡你找書的 人聽 自己拿來的 為什麼你夠不認真讀書 這些一定會有的 誰是誰的兒子 都是很多比較的東西 罵我廢物 廢物 不夠勤力 或者說 經常可能打遊戲 總之就是 有些挑剔 不會 絕對不會 我不會 因為我 我自己知道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我就不會再追 帶給下一代 因為我已經受過苦 那就不用他繼續辛苦 明知道結果沒有怎麼變 可能會有反效果 嗯 如果是 我覺得是 應該要給他們一些自由 即是我覺得 不是只有讀書這條路 還有 在成績上有些不好的時候 都可以給多些鼓勵 不是只有 一些 責罵 這樣會對小朋友成長好一點 我覺得 鬆弛有道 真的不要說 完全放任 什麼都不管 我覺得 給一個鼓勵 給小朋友 應該會 對他的成長幫助很大 始終有獎勵 還有有懲罰 我覺得 對小朋友 更加有 有動力去讀 他想讀就讀 讀不到就算 就是做他喜歡做的事 就是做他喜歡做的事